我們辦這個活動主要就是讓這些小朋友對於棒球更深入去了解棒球是什麼東西 讓他們喜歡打棒球 我們有幼稚園然後到四年級就十歲 所以說這樣子下來對棒球的興趣會越來越好這樣子 因為以往我們在幼稚園是沒有棒球隊的 我們有這個活動可以讓更小的年齡層去了解棒球 教練有介紹說這一次用的球具都是軟性的 然後小朋友打擊即使被球打到也不會受傷 所以其實家長就還蠻放心讓小朋友來這邊練習 很開心 好玩 比較短所以我丟出去都好球 差不多十二顆吧 你排幾次你排四次 對啊 蠻有趣的啊 因為他那個距離比較近啊 所以小朋友成功率會比較高 對他們就是可以提升他們自己的知識 今天是我們新北市的社區少棒季 迷你棒球娛樂影的一個結束 那首先非常感謝很多的家長和小朋友一起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今天呢我們特別那個寶漢 特別贊助我們現場的一個綠色怪物 也就是全台唯一的一個充氣式的棒球場 那我覺得這個很難得 因為我們跟我們新北市推動玩運動這個部分 其實是結合希望可以把棒球往下扎根 然後讓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從玩棒球的當中可以去 更喜歡運動這件事情